另外12号的上午8点35分左右 在舒华改南下车道154.1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小货车的致状意外 瞬间强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了路边的耗质感当场断裂 所幸70岁的理性驾驶只有手脚插错伤 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在排除障碍之后 权限在10点51分次恢复了场通 驾驶开车上路 突然一个右偏再来一个左偏 没想到下一秒 真的BBQ了 幸好驾驶医师还算清楚 企图想重新发动车子 但 小货车被这么猛力一撞 引擎当然无法正常发动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 路旁的耗质感也被撞到 当场断裂横躺在地上 供应耗质感的电线也被硬生生扯断 救货车赶到现场 70岁的理性驾驶 幸好只有手脚多处擦措伤 没有生命危险 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这起惊险车祸就发生在 12号早上8点35分 苏花改中人隧道南下路口 驾驶不明原因 自撞耗质等杆 因耗质感断裂 横躺于苏花改台九线上 至南北行车动线受阻 故以今夜公务段携行人员 在中人及人水地方站前方路口 指挥将南北向车辆引导行驶台九定线 断裂的耗质感已被移除 警方调查驾驶没有酒驾 至于车祸原因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许立请林千亿 花莲采访报导